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得找一个胆大的女嘉宾 就是说这个新年好 新年不好 对我来说也是好 我觉得这个新年有特点 非常的凶猛 大开杀戒 你没觉得吗 王老师跟我一样的感受 那天给萨达姆惊着了 你要知道我 我是不知道他要那天被绞死 而且我周末不看新闻 偶然一看电视 哎呦 这个画面 你说我当时看着整个那一天 我这个心里发紧 我一看绳套还在试绳子 套在他脖子上 我就好像也要窒息的一样 然后你知道咱没看见过 反正我没看见过当众杀人 他这个电视这种一播 他是什么呢 刚在那试绳子 刚刚还聊天 待会怎么 咱们就夸 就变成一具尸体 一秒钟 一个活人变成尸体 哎呦 这个东西 我是那天 我也跟你一样 事先根本没有准备 萨达姆那天被处决 坦率的说 对萨达姆这个暴君 我是一直深恶痛绝的 所以当他被判处死刑的时候 我隐隐的有一点快感 而且那天我就期盼着 我非常卑劣的期盼着 我能看到他的死刑 结果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 出现的时候 是没有他被死亡的那个浅 你这个后面的过程没有 只有他前面的过程 他很从容 很平静的走到了 在那个刑场那天 然后别人叫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这个对我来说 我当时突然就觉得我不对了 就是我好像不想看这个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恐惧呢 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 看到了一个手机拍的 是整个行刑的后半段 哎呦我听说了 你现在现在不是说 那个巴格达街上 卖手机的小店 你现在手机里就有这段图像 而且呢是直接吊死 对对对 是后半段就套上去 我们只看到了那个 套上去的那个画面 哎呦 美国广播公司有一副总裁 还分析呢 说这个手机拍的 显见得是当时就在吊死的 那个行刑室 就有人拿手机乱拍 对 说可见当时他死的这个场面是中 就在身面对面围观 就是一个 从那个角度看 他是站正对面 在他的下面 而且死的时候 第一次他 我听了他说话 就那个声音里传出说话 底下没有打字幕 第二天晚上在播的时候 打出字幕来 他第一句话 你们还是男人吗 萨达姆说 萨达姆说 你们还是男人吗 第二次是喊出他的口号 就真主什么 真主阿拉什么什么 第二次说 我看完了之后 我就特别心里特别难过 就是难过的 我就是突然 我就开始在思考 关于生命本身的问题 就是我在反思我自己 你请注意 就是报纸上所说的是 萨达姆一开头 就是采访那个 在行刑现场的那个官员 他说的话 我注意他说的话 他说我们几年几年 执行了对萨达姆的这个绞刑 说在绞刑前他崩溃了 我印象特别深 这是第一个消息 第一次出现的消息 接着再出现 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前半段 就心被吊死前的前半段 包括一直把脚锁套在脖上就停了 这个时候你看到的表情 形容 报纸上形容 说是他平静而顺从 他忘记了后面 我认为平静而顺从 后面还要加一句话 平静而顺从 但不失尊严 仅仅是这个还是不够的 我一直在觉得 他那个表情 为什么让我心动 我在琢磨 这心动的原因是什么 后来我明白 他还有一丝忧虑 对 他那个 他那眼神 对 他眼神又是忧虑 有种成欲的忧虑 这是什么 他现在忧虑什么 我觉得有点微微的紧张 还是有点微微的紧张 我能感觉到出来 你知道 他前一天晚上遭受了什么 我后来才看 原来这些狱卒们 都是那个实业派的 你知道吗 萨达姆想睡觉 他也真奇怪 还能睡觉 说凌晨一点钟的时候 想要睡觉 狱卒们说 我们不能让他睡觉 整晚上每过半小时 进去一趟 就吵他 说那个 我就是要打垮他的人格 侮辱他 在他面前跳舞 尤其刺激的是 一狱卒就拿着那绳子 你想一个死刑犯 等着吧 等着就这根绳子 待会就吊死你 待会就吊死你 家伙 我觉得这也真够 这非常非常无耻 就是我认为任何一个人 因为他已经面临死 但是有人说了 那萨达姆屠杀 他统治的时候 屠杀人的时候 无耻不无耻 我在这里边 我就想起了 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很有名的电影 齐斯洛夫斯基 拍的十届里面 有一届叫杀戒 我不想去看过没有 杀戒 这个电影 我还真的要说一说 他就提出了 关于人生命的问题 他前面是详细的 拍了一个年轻人 因为他姐姐 被骑得撞死了 他谋杀一个出车司机 无辜的 就我偶然碰上你了 我上你的车了 我说到哪去 然后在杀的过程中 到路上把脚索套到他脖子上 因为他人小 人显得很瘦小 对方很粗大 所以他脚的过程中 这个力气要很大很大 对方挣扎 就脚死了 拉下车 用石头砸他的头 完了 不是破案 接着拍他到监医里去了 接着拍他判死刑了 接着拍 那个刑刑官 也是一个脚索 一个脚索 他进了房间 打扫这个房间 然后踩了一个按钮 那个底下不是 萨达姆死的时候 也是啪的一个盖子打开 蹦的下去了 他也踩了下 打开 底下是一个弹语 拉出来 冲一冲洗了 放进去 这时候你就觉得毛骨什么难 你就开始紧张了 接着 这个小孩被压进 这个就要开始行刑了 行刑之前 他也是蒙的头 开始挣扎挣扎挣扎 把他嚼死了 齐斯诺夫时机 通过这个两个定制 请注意 一个是详细的 以犯罪的名字杀人 罪恶的名字杀人 一个以法律的名字杀人 当把这两个影像定制在一起的时候 你突然对死亡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制人于死地的这种死亡 你突然产生思考 这个思考就是 你上帝的眼光看来 不管你用罪恶的名字 还用法律的名字 你都在杀人 我们曾经在 也是在无数的电影当中 其实我看过这样的 绞星的场面的电影还是很多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 一个日本电影 叫天国的车站 其中就是一个 日本的著名音乐人 叫金用小百合 他扮演的这个主妇 家居型的 他这个受人陷害 然后误杀了人 然后最后非常详细的 在旁边都有陪审人员 这个监督行刑的人员 非常详细的一步一步 怎么戴上头套 怎么样子套上去 然后底下的一块板 啪一下 这个过程 当时就很让我震惊 一直到我前几天 我其实还重新看了一遍 前年得奥斯卡奖的一个电影 叫卡波特 卡波特 它也是非常 用整部电影的时间 两个小时的时间 其实一直是在围绕脚型 什么时候实行 什么时候 然后辩护等等 我跟你讲 我想的就实在的多 据我对脚型的研究 他这个萨达姆 说是光机下来的时候 嘎扎 断了 断了 有人听到这说明什么 绳子长了 你知道这个脚型 真正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的定义 脚是勒死 过去 过去也真是有这么一种 就是比如说一个男的绑在个木桩上 拿一个木棍 插在后边这个绳套上 木棍就这个单方向这么转 那是给生生的脚死 至于这种叫掉 问掉 你知道有时候会发生很残酷的情况 绳子短了 正而是特别专业的技术 绳子短了 甚至可能掉很长时间掉不死 但是萨达姆这个显然绳子长 绳子长 这个蹲的这个劲 光灯一下 你知道这个 那个那个二次大战 之后 那个国际法庭 纳粹分子 其中有一个叫施特赖歇尔 你知道吗 纳粹分子 光机下去 那新闻记者 他们是底下蒙着一层布 不像萨达姆 就可能都在旁边看 他底下蒙一层布 外边人就听见 里边在这身影 挣扎 后来一个筷子手 进去了 他别人都是真给吊死的 他是怎么着 那筷子手抱着他的身体 生生把他往下转 因为绳子短 不够劲 他勒不死 你知道这为什么专业技术吗 我就知道 最近斯里兰卡 原来取消了这个绞型 现在又恢复了绞型 但是恢复绞型有个特难办 没人会干这事 到欧洲 到亚洲 到处找绳子 这个法绳 比如说他们找到一种椰子的纤维做的法绳 不行 这种绳子会变形 不能用的法绳 你现在本来印度也有绞型 但是印度据说 真正有经验的绞型手 现在只有五个 都八十多岁了 都会失传 所以后代 后见人才 传统 传统 所以你说我这个 大问题 萨达姆这个我们的报道上也看到了 他是两个农民 他不是行刑者是两个农民 他是在全国征集 在全国征集 不是专业的 谁愿意来做这个事情 而且他在行刑前 当萨达姆喊 你们还是男人 下面喊的话是嚼死你 你的末日已经到了 对一帮人围在身边骂他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事 所以我要是老萨的话 其实也可以有点幽默感 我那天看见一本 以色列出一本书 说这犹太民族 不是到处被迫害吗 也培养起他犹太人的一种幽默感 比如说纳粹那时候 不是杀犹太人吗 说俩犹太人在集中营里 就准备要枪决 但是临时又改了命令 说是不枪决了 吊死你们 拿绳子绞死你们 然后一个犹太人就跟另一个说 你瞧 他们没子弹了 这一种犹太人 苦难之中的这种幽默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对这个萨达姆 问调的事 不非关什么政治经济民族大义 我就说 我原来是百分之百的怕死 近些年来 就百分之五十的怕死 要感谢萨达姆 就是这个新年内看到的 一遍电视上 播了几十遍 一遍一遍看的那天晚上 我觉得 我又有百分之二十 不怕死了 你知道当时是感觉什么的 这是什么尊严 人就是这么回着事 平静的去死也好 烈士去死也好 狗熊去死也好 满面一死 不是 啪一个下来 你就是个毫无生命的一个 就行尸走肉 一下子 你所以说你知道 我还收集一些东西 因为我没看过当众 人的生死的这个转变 我给你们看看 是不是有这感受 胆小的观众可以不要看了 你看啊 格瓦拉 我给你看看 我收集的一些 这是格瓦拉活着的时候 你再看下面 这是被打死了 你再看咱们的烈士 这是杨庆宇 这个大个子 大汉的 是吧 宁死不屈 这是日军把他打死了 然后你再看 这是东北抗连的赵尚志 然后当时日军也是 是示众啊 也是公布这些照片啊 死去的 然后你再看前些年 赵尚志辗转的 失踪了几十年 头骨被找到了 你看见这个 你们有什么感受 文涛 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他讲的是 在西方 欧洲 在美国 就是一个 夏令营一个小孩 失踪了 最后发现被人杀了 案子很快破了 警察抓了这个人 抓了凶手 并且把凶手判了死刑 结果没有想到 被害孩子的父母 出现在法官面前 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希望不要杀了他 当时法官问他 为什么不杀 他说的话是 惩罚 不仍得到正义 我要的是恢复 他要的是恢复什么 就是你仅仅靠法律 这种正义 你是在维护一个正义 但是正义没有真正的得到恢复 他要求把生命给留下 就是我看这个 萨达姆的这个 这个被嚼死过程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让 把这个赤裸裸的 这个凶杀的场面 展现在电视屏幕上 你那地方 他会 我跟你说 原来说咱们压医 寄女游街 就是市众什么文化 我现在发现那地方爱示众 你这恐怖分子 斩首 咱就去年 这几年受这刺激 都是那地方 公布出来 然后呢 现在是政府 绞死人 也给你公布 他们就说是那种乱世 或者说 这种情况下 用这种铁腕 一般都是说震慑 而且偏偏 你知道吗 就是照人说 就是找菜呢 为什么沙特那边游行 人家的那个节日 什么宰生节 头一天 我还偏偏就是头一天 而且我让人在周围围着 骂他 拍他 就是就折损 他的人格 中国人有句话叫 以牙还牙 中国有句话 冤有头 债有主 但是我们现在在想 就是我还是在想 电视屏幕出现的 萨达姆就被杀了 咱们去想 我们是成年人 而且我们是跟着 萨达姆 整个中东的这个事件 伊拉克这个事件 整个一路走下来 我们甚至知道 它的前因和后果 但是在电视屏幕上 因为它在黄金时间播出 在电视屏幕上 有大量的青少年 少年 儿童 他们同样目睹了这一面 他在未来 在他们心里中 一定会产生阴影 同时最严重的造成 在我心里是产生阴影 他最严重的是 他会让这一代人 突然发现 生命是可以被漠视的 就是这个生命 生命是不值得 那么去重视它的 人们的怜悯心 会随着不断的 凶杀场面的再现之后 慢慢的淡漠 人对生命的这种怜悯之心 咱们想宗教感的怜悯之心 一旦被淡漠了 你就想 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 我们就是整个人类 的人道主义精神 也在一点一点 这是非常可怕的 王老师应该上 伊拉克当人民评论员去 我感觉就是 每一个国家 它在文明的 这个进程的 这个程度不一样 在我们古代的话 也有一个众人的 比如邮介示众 杀头示众等等 但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它现在有电影 有注射的 有枪决的 什么都有 但它只是不公开 不示众 但伊拉克 它现在文明进展到这一步 它就觉得这件事情 不管出于政治的利益 美国的利益 伊拉克本身的 民主的利益 它要震慑 杀鸡给猴看 它要把它公布于中 它没有考虑到 这个文明这一步 同时也本身 说明它文明的进展到 它有时候 典型的杀鸡给猴看 萨达姆成鸡了 但是就是说 以前我看一个报道 说研究过 萨达姆要求 说我是个战士 你要枪决 但是呢 可以枪决 注射 绞刑 选择哪一样 这是谁选的呢 最后它 这肯定是执法庭 执法的方面 那么最后是琢磨什么呢 咱也不知道怎么得出这种看法 绞刑对人格 就是最大的误度 因为你最束手就擒了 你一点英勇壮烈之气 也没有给吊的翻倍 中国古代 古老的一个方式 在中国古代 绞刑是最文明的 刺一白铃 你吊死是宝一全尸 自印 对 宝一全尸 可是在这个 可是在青田这个绞刑 是对人格 是真的是最大的物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为什么要这么展示出来 你刚才讲了 什么美国也好 伊拉克也好 他们展示出来 是他们 可是现在全世界 所有的媒体 都在黄金时间 播出了这个血淋淋的画面 没错 这家伙 就是人类这种怜悯心 到哪去了 你知道就在新年 算是新年除夕吧 12月30号 12月31号 你看那个24小时的新闻台 它不光是伊拉克 它公布就得了 这电视台 我跟你说 我每过半小时 看见好几回 这一会儿新闻出来了 一会儿评论员出来 旁边也在放 这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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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深刻 这个播出来之后 你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就刚才讲的震慑 可是它产生的效果 不是震慑 咱不太知道 它当地的情况 反正就知道 那天萨达姆问调的时候 惊得光朗 又乱炸了一通自杀 你不觉得 这个媒体在播放 这个时候 它不仅是为了震慑吗 它是为了 这个媒体自身的一个利益吗 为了它的收视率的问题吗 当然 你觉得这个世界 今天变成什么了 没错 作为我们观众也很奇怪 刚才您说的 那个后半段 其实我没 到现在都没有机会看到 我也没有去上网去看 但是刚才你告诉我 其实有后半段以后 我现在 刚才做节目的过程当中 我就一直在想 我要去看吗 我其实心里挺有冲动 到哪里去下来看一看 后来我就想 这挺可耻的 怎么办 我要看是不要看 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讲 你就不敢看了 这个我刚才说 不是说脚刑吗 对男的是这样 在古代的时候 对女的不用这个 不是 对女的就是俩力气大的 把绳子一围 把女的一般是勒死 脖子比较细 他这个选择也有意思 男的就是这么一种方法 女的感觉是两个人 人可以扯 把你勒死 这就叫脚这个字的原意 咱们不是说这个 死刑狂 我说 你知道 我说萨达姆 很多表现 你发现没有 他临死前 说他还关心国际形势 巴勒斯坦是属于阿拉伯的 甚至他还说 让人们消弥仇恨 让人们和平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 我要说美国 后来我发现没有这个文字 这是早期出现的 后来出现的是 要把侵略者赶出去 我不是拿他 跟拿破仑相比 但是我是觉得 有些人他挺有意思 你看 拿破仑 临死前 留下的这些遗嘱 丝毫没有提到战争 反而就是和平 你没有和平 而且拿破仑非常有意思 就是烈士 我觉得他有一面 就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而且你比如说 他还会想 挺逗的 就是说 我应该死在什么地方 好 我应该死在奥斯特里茨 我应该死在莫斯科 那个时候 我的英明还没有受损 那个时候 要一颗子弹 结果了我 我就是亚历山大 我就是凯撒 你看他会想他怎么样去死 就为他历史上的形象 所以你知道 他不是晚着那伯爵夫人散步吗 有一伯爵夫人在圣荷勒纳岛上 回忆 他经常跟我们这么讲 就拿破仑讲 他说讲 我们觉得像是对这个死人说话 为什么呢 这个人讲起他这一生 就像是过了三百年之后的人们在讲 就 在重述这段历史 你像拿破仑到最后就是说 昏迷 就是老老说 说我曾经从来不用睡觉 同时给四个秘书口授文件 他说现在 我是昏昏欲睡 一会儿醒一会儿呢 然后呢 有个医生说 哎呀 有个彗星过去了 拿破仑说啊 凯撒死以前 这是先兆 凯撒死以前有彗星 后来医生就说 没有 没有什么彗星 拿破仑说 没有又怎么样 反正人都得死 你看 就是这个烈士暮年呢 这很让人感慨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哎呀 这伊拉克真是没想到啊 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远在中国的王斌老师 这给看的 我觉得你有点附体了 这几天老念叨 我是在反省我自己 就是当年这个 呃 美国进攻伊拉克之前 我是少数的 在朋友中少数几个 我坚决支持 美国人打进伊拉克 而且我坚决支持 要惩罚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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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萨达姆 我认为他他他残暴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 这个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穆斯林 我认为他不是 他和拉登不一样 我认为拉登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 因为他有信仰 我觉得萨达姆真的是个独裁者 可是我现在想 为什么在他处于绞刑的这一刻 我立场转变 而且我从此以后 我对美国政府 不是美国人民 我不再信任 因为什么 因为当一个人在绞刑价钱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他的身份消失了 他就是个人 他就是不管你什么人 到临死 都是平等的 对 这个时候你开始意识到人的尊严 和这个人 作为一个人生存 他本身是具有的高贵性 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让我意识到的 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说实在的 这个 呃 这我这两个一局在想 当下的社会似乎是有很多的选择 其实我们根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 萨达姆主宰不了 我自己作为一个观众 我也主宰不了 我现在尽管看不了 那个后半段的画面 总有一天在我午睡 或者晚睡的 醒来的时候 那样的画面 或者同样的这样 血淋淋的画面扑面而来 我根本选择不了 你说的特别 让我有感觉 就是说 你知道 就是咱们通常说 性命是天主宰的 是上帝主宰的 所以为什么 比如在死刑问题上 过去有反对死刑有争论 说这个在神学上 哲学上有问题 就比如说 人最感觉到 主宰自己命运的时候 主宰不了的时候 是什么呢 就像那个看守 跟萨达姆说 看见这根绳子了吗 两个小时之后 就是这根绳子吊死你 你那么不管情愿 还是不情愿 你就是给绑上双肘 绑上双脚 顺从的 平静的 套上脖子 去死 萨达姆 你看到了吗 最后那一瞬间 你看到了那一瞬间 掉在哪一瞬 对 他说话 说完话之后 那镜头 啪 一声响 这个人下水 镜头是空的 接着那个手机往下移 你看到他这个人 就闭上眼睛 就整个 都是形式 对